如果假设你不知道公式怎么写 我刚刚我有提到 其实你可以把TrunchP打开 然后输入你的问题 请问这里是有A3 资料 假设A3资料为这个 如果要取出那个瓜糊 中文字 放在B3储存格的公式 加个问号 那它其实就会给你答案了 所以如果假设这样的答案 你甚至可以把它copy 这边有个copy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把它贴上 公式有了 打勾看看 答案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看看 向上跟向下 其实OK 只是说有这个value错误 再把它去掉就好了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TrunchPT 是真的可以帮你把公式给做出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且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然后 所以这个啦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自己在 到那个TrunchPT里面 试试看 这个TrunchPT 应该有用过吧 应该知道怎么用吧 OK 而且这个还蛮方便的 那当然除了说TrunchPT之外 其实好像那个 最近好像 Bing AI 其实也可以 在那个什么 Chrome浏览器 这个Edge浏览器 它其实这边也有叫 Bing AI 这个AI的部分 好像同步 干嘛 就把它关掉 这边其实也有 就是AI AI机器人 就是 它也可以让你去搜寻 这个 蛮多可以 Bing AI的 这个AI机器人 也可以聊天 它还可以分成好多种 什么精确的平衡的 那一样问题可以放在这边 甚至它好像功能更多 它也可以用影像的 甚至它有产生影像的 所以其实目前 这几个都还蛮好用的 你们不妨可以玩玩看 那我们接下来把刚刚那个问题给完成了 其实 这边的话如果结合在一起 就刚刚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这个这个 TrunchPT做的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 其实如果按照步骤 第一个我们先用fine函数 所以我做的方式 第一个 我就用fine fine什么呢 fine前刮壶 记得我练习的时候是在b3这个储存格 为什么 因为b2里面没有刮壶 所以呢 我就用b3这边开始 那找前刮壶在a3里面 第3个字 好第1个step 就是先找前刮壶 第2个step 我就直接把刮壶 这个fine 公式 不包含等号把它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把它贴到mid里面去 为什么要贴到mid里面 因为 我要利用 找到前刮壶的位置 所以 一样 mid 找什么字 找这边 去哪边找 从哪个 去这边找 哪个字开始 那从第几个字 这边会得到3 因为找前刮壶的位置 第3个字 那我要从第4个字开始取 所以记得 这边加1 好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要几个字 number choice 几个字 所以再把它贴一下 那贴的话呢 应该是后刮壶的位置 减掉前刮壶的位置 所以 我们把它贴上之后 把这边的刮壶 改成后刮壶 意思就是说我找后刮壶的位置 再减掉 前刮壶的位置再贴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应该会贴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后再减壶啦 因为 最后会少 减壶是多一个字 没减到 所以最后把它减掉 那就会是第3届冠军 OK 那公司就出来 所以 我们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fine 减下来 然后贴一次 贴两次 贴三次 OK 公式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你把按确定之后 向上 填满 跟向下填满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边会多错误讯息 什么错误讯息 就是 这个地方有个仅value错误 那怎么样 让它不要出现 最后呢 其实你可以再把 游标放b2 记得 因为从b2开始 把这个公式 再减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第3阶段 也用到第3个函数 第3个函数的话 是用到ifl ifl的话呢 是在逻辑里面 逻辑里面 这边有个叫if 如果l是错误 如果有刚刚的错误怎么办 所以你把它贴上 刚刚的公式 贴到value里面 如果这里面有发生错误的话 那请你帮我把这个错误讯息删掉 删掉的话呢 记得 清除还记得吧 清除要打什么 两个双引号 就表示清除的意思 OK 两个双引号 记得 这样的话这个错误讯息 就会被清掉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原来的资料 因为原来的资料不是错误 因为它只会抓错误 它不会抓正常的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会全部完成 最后公式就长这样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呢 Wik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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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